在我国西北光茂的土地上 有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这里浮阳 沙漠 古庙 湖泊起步 航天城 居然遗址 峡谷 岩画 骑石 交香辉印 这里是凡间的圣境 是心灵的净土 是英雄追梦的地方 这里是苍天圣地 阿拉扇 赫兰山下沧海桑田 曼德拉研画记录了阿拉扇先民远古的生活样貌 堪称美术界的活化石 甲驱赛出土的居然汉剑 语音须 甲骨文和敦煌遗书 并成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 而几近被黄沙淹没的黑水城 作为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 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 勾勒出西夏王朝辛酸的背影 号称赛外小北京的定远营 则寄托了边塞与京城扯不断地牵挂 壮美的地质景观 丰饭的自然资源让阿拉扇别具神秘魅力 巴丹麒麟 腾格里 乌兰布和三大沙漠 构成世界唯一的沙漠地质公园 阿拉扇沙漠世界地质公园 位居世界第四大沙漠的巴丹麒麟是其核心 巴丹麒麟沙丘绵延如波涛起伏 被誉为是上帝画下的曲线 壁鲁图峰海拔1609米 相对高度500多米 堪称世界沙漠珠峰 气势威然壮观 巴丹麒麟是世界上最大的明沙王国 从坡上滑下轰轰作响 如雷如鼓相彻天地 甘烈的神泉和静谧的巴丹麟庙 给这大沫汉海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腾格里沙漠是另一番奇特的景观 通湖湿地草原 民族风情浓郁 月亮湖水草风貌 芦苇摇曳 将人带回休闲惬意的悠然之境 与不远处的天鹅湖遥遥相望 如娟秀的紫媚花 映衬着大漠的豪放 这里更是世界规模最大汽车嘉年华 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的永久举办地 还将成为世界航空旅行家的竹梦之地 敖伦布拉格 海森楚鲁 俄日布盖三大峡谷 都是典型的丹峡地貌 峡谷蜿蜒幽深 其风突立 令人意趣盎然 人跟风更是飞升海外 仅三十米高 玉峡谷中的神母洞 遥相呼应 祝福人类长长久久 生生不息 阿拉善胡阳林的故乡 是世界现存的三大原始胡阳林之一 深秋时节 秋风萧瑟 俄济纳其的胡阳林却物字盛装 穿梭在胡阳林中 心情的舒爽难以言表 而登高远望 金色的胡阳林 如潮如稀 曼其天涯 更堪称奇观圣景 令人流连忘返 这里是摄影家的天堂 阿拉善民风淳朴 人杰地灵 长调幽远深沉 铺迈高亢激昂 马头琴如气如素 声明远波的考全羊 特色鲜明的驼香手工艺 英雄备出的纳达木大会 无一步传递出浓郁的民族风情 行进在阿拉善 到处蓝天长彻彻 祥云朵朵 空气清新 一派宁静祥和 坐落在阿拉善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 更是中华民族飞天圆梦之地 天公号与神舟号在这里并地双飞 让阿拉善再入史册 阿拉善勿华天堡 千斑马脑万种玉的阿拉善 其实克隆世间万物 惊世骇俗 绝妙无比 小鸡出壳 创世界之罪 中国观赏时之城阿拉善 享誉世界的其实集散地 吸引着来自海内外其实界青睐的目光 阿拉善持续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逐步构筑大沙漠 大湖洋 大航天 大居沿 大民俗 五大国际旅游目的地 壮美内蒙古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 苍天圣地阿拉善 是引用岁月的诗篇 又沧桑演绎的绚烂 在宁静中歌咏着传奇 铸造着辉煌